国内企业排球联赛下半季在周五点燃战火 而以台师大为班底的中国人仙女排队 连续三天都败给了台电女排 对那教练是认为正宗的亚运国手归队后体能下滑是一大主因 那同时呢球员也是透露一年下来 大大小小的比赛很容易产生疲劳感 7月10年排球联赛下半季开大 身穿橘色球衣的中国人仙 本周队上卫冕军台电连吞三败 中国人仙正宗有五位亚运国手 从南汉回来后只短短休息几天 马上又投入企业联赛转场 体能调整也有点力不从心 从亚洲杯然后又接着亚运 然后又回来又其实也没几天又接着企业联赛 算蛮累的啦 有去想要去提升啦对啊 因为毕竟记忆很久没这样去练那个体能 球员体能进入转强期 中国人先执行教练张恩从 也发现到选手在经过大大小小的比赛后 心态上很容易就产生疲劳感 他们是心态的疲乏度的问题比较大 比较反应上的是说比较提不起劲 我们必须要给球员更多的沟通 或者是回去可能必须要 比如说台湾师大有心理的老师 可能进行对谈或什么之类的 以台师大为班底的中国人仙 一整年下来包括企业联赛 大转联赛还有其他杯赛 加起来大概要打60到70场比赛 许多球员都是带爽上阵 也因此影响了球队在关键时刻的稳定度 打到后面的是肌肉是我们自己失误送给对方 反而是他们打死我们的都没有 胜负固然重要没错 但打球那一分精神更重要 也就是其实我一直在想要 想办法提升他们的内在动机 目前中国人先在企业联赛 战机排名第二 中线女排不管是体能还是心力 都希望赶快找出解药 只要会对比赛的热情很平静 进而挑战台电的霸主地位 牛电TV甘邦杰魏楚瑜台北报道